今天林妃反韓陳薇婷 現後在凱刀向群眾喊話 不過立院這邊也沒有空著 抗議學生們分工來固守一場 所以今天在1點到7點之間 在凱刀的活動不管怎樣精彩 不管怎樣有趣 我們都可以透過我們的大螢幕 透過我們的大螢幕來觀賞外面的活動 安定軍心學生搬來投影機 用大螢幕同步轉播凱刀實況 反黑箱服貌正協拉長到凱刀前 就怕人潮全網總統復勇 去立院唱起空城祭 就怕警方突襲 而國民黨立委假動奪為議場 又傳的會聲會影 學生不敢掉情心 如果國民黨委員要進來 然後我們大概要給你相待 因為其實他本來是 這個被保護狀態 總之他們應該也看到我們 沒有人敢知道他們牽罵 雖然國民黨假動奪一場消息被否認 但固守一場學生仍按計畫 人數維持一兩百名 不過人潮不斷湧入場內空氣變差 一度有人不適暈倒 緊急坐輪椅送醫 天氣悶熱學生種子窺靈 紛紛也換上黑色短袖 以絲毛巾散熱 而陳維婷則以示縱署 勉強一刮殺舒緩不適 一直到3點20才步出立法院 前往凱道 林非凡留守立院 直到陳維婷返回路上 才出發前往 更勝負重任 要把凱道人潮全帶回立院 兩人分工合作 加上學生有組織系統的防守策略 固守抗爭行動的精神堡壘立法院 雲蘭TV張聰明 李宏萱台北報導